看到大量雪队与石块倾泻而下 登山客拔腿狂奔速速找掩护 雪峰直接打向营地 将山友们吓出一身汗 惊魂否定不断喘息 有人脸色苍白恶心呕吐 还可以看到帐篷也盖满厚厚积雪 尼泊尔强阵导致圣母峰雪崩 从7点8主阵开始算起 短短两天多时间 至少发生五次雪崩 犹如一颗不定时炸弹 威胁到登山客的生命 救难直升机优先将重伤与罹难者送到医院 不过运输能量有限 加上从基地营以上 仍处于能见度差的恶劣天后 想撤走全部登山客还需要时间 登山客面临低温考验同时 还得随时提心吊胆防备雪崩 山友们希望当局至少应该 确保粮食与预寒衣物 以及帐篷的投放 先保住一线生机 再协助他们脱离山区 记者无限长报道